桃园展演中心位居堪称桃园首善之区的艺文特区内 当地除了有许多大型艺文活动展演之外 平日也吸引了许多民众在附近从事休闲活动 师傅为了要提升展演中心场馆的空间使用量呢 特别与民间的整合行销公司签约 将部分一楼的展场空间委外经营 要引进一系列的文创消费产业 日前也正式进驻动工 在锣鼓宣天当中 X-Plus创世界正式进驻桃园展演中心 这是由桃园在地的整合行销公司成立的品牌 透过公开招标取得展演中心一楼部分空间文创平台 长达八年的经营权 要引进一系列的文创产业 那里面大概有30家以上的品牌进驻 那吃了玩乐都有 那目的是打造在艺文特区这边打造一个吃了玩乐 让民众可以休闲驻足足的一个平台 那未来这边呢 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行销计划亮点 我们结合里面各个品牌店家特色 譬如说可能在那边做品牌发表会 或是各式各样多元 也跟艺文结合的活动 在这边打造提供给市民朋友来这边参与 艺文设施管理中心表示 为了提供更完善的艺文服务 耗时一年筹备规划文创平台 由在地团队得标经营 希望能达到活化空间的效果 也让当地的艺文服务再升级 那我们希望可以引进民间的活力 那我们规划展场的一部分 大概320品左右的空间 作为一个文创聚落 那我们也很高兴可以跟XPLUS这个品牌 尤其就是我们桃园在地的年轻人的品牌 那相信有他们加入我们桃园站中心 一定会变得可以发挥更大的能量 场地动工装潢后 预计9月正式开幕 期盼能再创桃园的文创与流行产业新地标 好位有线新闻 林云松林德超 桃园采访报导